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临近 台北市长柯文哲组建台湾民众党 被外界传言是向郭台铭示好 有台铭党之意 对于相关传言郭台铭核心幕僚 台湾永龄基金会执行长刘又彤7号表示 相关报道不是事实 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在国民党2020初选败落后动向成谜 此前有台湾媒体传 郭台铭与柯文哲在8月1号密谈 将合体拼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对此郭台铭核心幕僚刘又彤表示 郭台铭现在已不是候选人或参选人 相较于台湾的政治纷扰 他现在更关心的是台湾的经济发展 至于郭柯见面谈合作 相关的报道不是事实 台湾的媒体真的太可怕了 我看他写的奇怪 我有讲这句话吗 他想几个八包想我 所以你不会演8月1号确实是有见面 不是啊有见面 不是啊有见面没见面 这个是人家的隐私 我们不需要去外面 除了人家说同意讲 不然你去外面大声嚷嚷干什么 刘又彤还表示 郭台铭目前并没有托党参选 或者支持特定参选人的想法 而国民党党务人士则表示 选举不管是蓝绿对决 或韩蔡柯三方比拼 只要郭台铭表态支持谁 大概就能确定被支持者可以胜出 其实大家都在一直在问说 什么时候党内的一些先进或者负责人要跟郭董见面 我觉得见面的时间不重要 见面的时候有一个好的结果比较重要 从目前台湾的选举形势来看 郭台铭的动向成为了选举的关键变量 有分析就指出 郭台铭掌握在台湾军警票仓的资源 若郭台铭退党参选将不利于国民党 也将让蔡英文渔翁得利 但若郭台铭与柯文哲进行合作 从目前的民调和网络声量来看 他们的支持度将排名第一 因此对于现在的国民党来说 能否快速地拉回郭台铭考验着国民党的智慧 下面为是驻台记者侯悠华高雄采访报道